好喽,亲爱的粉丝们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这三天来,关于杀青的新闻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直到高考的第三天,梦中的那片海终于杀青了 一条关于梦中的那片海的新闻报道已经持续了48个多小时 紧锣密鼓地更新着,生怕错过了这一次的KPI 但在杀青前,而战口,而在梦中的杀青也已经尘埃落定了 如今,吃瓜肖战,已经成为了他们的母语 央华剧院的官方微博上,已经放出了一条消息 说如梦之梦即将上映 而肖战的一个女明星,也在微博上发了一条微博 证实了肖战的付出,不过既然还没有正式宣布 那就先听一听吧,谁知道,一群假粉丝 假事业粉突然跳了出来,说肖战下半年没戏了 就像是在家里顿了半年一样,根本就没有什么野心 有的人还在现场表演,什么鬼 不管肖战有没有重返戏剧券 戏剧是一名演员最大的艺术追求 他要舍弃的不仅仅是外在的高收益 更要真正的停下脚步,放慢脚步 全身心的投入到创作中 这可是一场美梦,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大家都很忙,不要浪费时间了 看着这样的无聊的按个包袱 再多的时间也比不上一个耳光 孟海杀青的前一天晚上 合场的所有高管都聚集在了一起 肖战被一群老总团团围住 就算没有好的剧本,也不会让肖战来演他不喜欢的电影 因为他有完全的选择权 这是一个演员最好的资源,不是天衣无缝的进入剧组 也不是一次又一次的在自己的专业上浪费时间 而是在自己的专业上有自己的选择 既然这些高管都是如此 那还有什么好怕的? 也有人说,没有一个导演愿意和肖战合作 不过在孟海的拍摄中,肖战和傅宁的关系却是有些微妙的 从这张照片上就能看出来 肖战的性格本来就不距离于个人风格 他和傅宁在路透中针锋相对 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肖战很清楚自己的工作,也很清楚自己的地位 他和导演站在一起 可是当他看到他举起了自己的手臂 将导演往后一推 那种谦虚的感觉就会被人发现 其次,就是杀青燕了 经过一场热火朝天的讨论,合场的高层们都以为他是来参加宴会的 但在合影中,肖战依然不是主角 因为他没有任何出彩的地方 不过,不管是大合影,还是主创们的合影 都能让人一眼就认出肖战 我觉得这就是他的美丽 先不说电影的前期制作 百分百地还原了当时的特点 每一个角色的细节都做得很到位 编剧,制片人,导演都很有胆识 从特辑里就能看出来 这是一部高品质的电影 肖战扮演的肖春生 在最后的剪辑里,只有八句原版的台词 让人有一种置身于这个时代的感觉 好男人要远大 好兄弟来日方长 我肖春生从哪里跌倒 就能从哪里爬起来 而我肖春生 却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了今天 靠的就是赚钱 哥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无论是人设,还是性格 都很符合肖战的风格 小时候的混双和肖春生差不多 除了惊讶 肖战的北京话听起来很像北京味道 这个角色和肖战以前演过的任何一个角色都不一样 完全是一个全新的角色 一个全新的人格 一个意气风发 一个英俊潇洒的男人 一个爱打架的男人 一个北京的男人 插队 参军 高考 经商 都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无论是李沁 还是男二号刘瑞林 都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就像是孟会王牌小队的刻意安排一样 在那个梦里 肖春生的人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军事生涯 闺蜜正在拍一部古装剧 从特辑里就能看出 这是一段很刺激的电影 难怪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 而肖战 则是一位慈父 一位可爱的女儿 有意思的是 扮演他女儿的那个小演员 在一次拍摄的过程中 给了肖战一封手写的信 在短短的几秒内 他就被狗仔队拍到了 他的治愈席微笑 在这炎热的夏天里 就像是一个温暖的春天 小演员不但和肖战并肩而立 还挽着肖战的手臂 看起来不仅是在电视剧里很黏人 就连肖战这个在现实中 很受孩子们欢迎的人 也是如此 很多人都说他是肖战的粉丝 但他还年轻 没必要强迫他 不过 等他把这封信交给肖战的时候 得到的回复 却是一个温暖的笑容 这让无数的粉丝 都为他的小飞侠感到骄傲 最后 祝你梦中的那片海沙青 希望能尽快上映 期待他的火爆 肖战的梦想是在北京 海南 浙江 恒电等多个地方拍完 最后的沙青燕也在现场举行 一张张照片在网上流传开来 肖战的颜值在网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韩志杰等人也纷纷前来道贺 网友们都说 一场电影的沙青燕 简直就像是一场晚会 唯一的例外就是走红毯 所有人都说 肖战是唯一一个拿得出手的人 可见投资商对这部电影的看重 这段时间 又爆出了几张剧透的照片 让所有人都看得津津有味 肖战在拍戏的时候 穿着一身黑色的长裤 这让他的经纪人很是头疼 还好 一切都很顺利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 在沙青之后 电视台第一时间就选择了这个片子 并且骄傲地说 这是全国唯一的 但却没有任何新的素材 就这么乱了 可见他们对这部电影的信心和期待 从这段模糊不清的视频中 可以看出肖战挡不住他那绝美的容颜 所有人都说 这就像是毕业典礼一样 很多人都在等待着最后的作品 这部戏一开始就受到很大的关注 这是肖战拍的第一部古装剧 里面的角色名字也很有深意 有人说这是一首春生 里面的歌词很好听 你风尘仆仆地来了 身上沾满了灰尘 但是你给了我一个冬天的温暖 文生这个角色的名字充满了希望和爱情 也有人说 春暖花开 春暖花开 这是白剧衣在古草中写下的一首诗 这首诗以描写古代草原上的杂草为主题 抒发了对坚韧的生命力的赞叹 肖春生正是肖战自己的形象 不管风吹雨打 风吹雨打 而是烈火燎原 都无法阻止他在阳光下茁壮生长 演员与角色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和谐与共生 梦境里的一部小说 讲述的是70年代北京少爷肖春生 一批北京年轻人的人生起起伏伏 反映了改革开放后一代人的人生轨迹 截止到拍摄结束 这部戏已经拍摄了四个多月 由于疫情的原因 拍摄时间要比预期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同时也要符合防疫要求 确保所有人的人身安全 肖战的下一步计划 让所有人都很感兴趣 因为玉古瑶的夏季当已经开始了 所以所有人都很期待 肖战迫不及待地想要进入剧组 想要利用自己的容貌 将自己的容貌给挤下去 虽然关于肖战的未来充满了各种猜测 但是最有可能的就是肖战了 肖战这样的大明星 为了蹭他的热度 已经有无数人在等着肖战的下一步动作了 行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热度 继续